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我是台大自工器 宏師浩 剛才在上一個社群大家看到了很多的晶片設計 就是這些東西我們 不過大部分可能都是Inference的那一部分 那我這裡可能我們變換一下跑道 來看看怎麼樣可以做這個Training 那做Training的話可能就需要很多的系統一起來做 那所以我這裡談談這個怎麼樣 用分三式的方式來達成這樣子的目的 那高效能計算 其實科技部在這兩年一開始 就是規劃做一些HPC來去做AI 其實AI跟HPC有蠻多的歷史上的重疊 那HPC Supercomputer這個東西一直是 我自己感到很有興趣的東西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效能 always在top 那這個有三條線 一個是今天世界上最快的電腦 這個還是跟Morso很類似的 不斷的在上漲 到了大概今年 今年最快的Supercomputer 已經到了200個Peta Flops 也許再過一兩年 我們就可以看到 那個Exop Flops的這個Supercomputer的出現 那這類的問題就是沒有最好的 只有更好的這種問題 包括說AI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今天雖然看到AI有很多的偉大的新發明 但是中據來說很多的這個還是局限在運算能力的限制 那不管是這個Deep Learning 或者是很多的這個重要的演算法 如果有極高的品行度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HPC去加速 那評論上是可以 但是往往會有一些這個門檻需要克服 所以曾經上一個這個AI這個集盛的時候 80年代 那到後來平均化也是做得還可以 但是有很多的問題 始終沒有這個得到很大的解決 那當時的超級電腦 雖然已經比較平民化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太貴 那開發的這個成本太高 入浮付出 今天超級電腦跟那一陣子 80年代、90年代不一樣 今天Top10的Supercomputer 例外在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中國回座 中國事實上在過去幾年 天鵝1號開始 天鵝2號到這個神威泰晤之光 熊聚了這個Top1好幾年 美國看不下去了 所以今年推出這個 請跟IBM合作 推出Summit 可以到達這個120 實際上它的Peak Performance更高 那這台Summit號稱說是Sooted for AI 所以它很多的這個考量 已經不再是傳統的HPC 是針對AI的應用 做了很多的這個 這個 design的考量 那這是Top5的這個列表 各位可以看到這上面 核心數 這個Summit可以高到2個M的這個Cores 這些Cores大部分都是GPU cores 那Peak Performance可以到187Tera 不是187PetaFlops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Max Max跟Peak是不一樣的 這中間有可能30% 40%的落差 這都是需要做一些優化 才能夠這個降低這個Gap 那很多的應用也是這樣子 你理論上可以到200個PetaFlops 可是實際的應用 如果你沒有寫Core寫好的話 它那個效能是非常的差 那Power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一個Super Computer消耗的電量 就是營運的這個代價 所以中國的這個神威太武時光 雖然還不錯 但是它不是很有效率 各位可以看得到這個 15個MW跟這個Summit比起來 有蠻大的Efficiency的差別 那現在的Super Computer 其實都是用一些Commality的 Component來做的 例如說用GPU 你跟NVIDIA買就可以 大家都買得到這個GV 100Volta的這個架構 那只是錢的問題而已 那網路也都是Commality 這個Infinivan 100G Gigabit Per Second的 Network 充滿在這個Super Computer的這個世界裡面 那當然只有中國想要做自己的這個東西 所以中國的設備 Super Computer特別用自己的Processor 跟自己的網路 但是其他的包括這個 就是美國、日本或是歐洲的國家 要做Super Computer 越來越多的Super Computer 是可以由我們台灣的廠來去做的 例如說國內有幾家廠 已經開始幫這些公司 在做HPC的這個系統 那IBM Summit 比較特別的是它是用IBM的CPU 不過CPU在這個AI的運用裡面 其實是一個吃藥的角色 但是也不能說它不重要 因為檔案或是Data 基本上還是從CPU送到GPU上面去做的 那IBM這一台機器有它的特別之處 就是CPU跟GPU之間的Connection 會比較快一點 可以做到一些Intel做不到的事情 那像這樣子的盒子 接著4608台 就變成了IBM Summit 可以到200個Peta Flops 那當然其他的東西可以看得到這個 每一台這樣的機器 就是有6張Volta的GPU 所以聯合起來大概就像這樣子 兩顆Power9搭配上6顆的GPU 然後中間有這些Connection 這個架構的設計其實是一個art 是一個藝術 你要平衡 對於AI的應用來說 要怎麼把Data 對於Volta的GPU 以充分的傳輸的效果 從CPU送到GPU去 那GPU彼此之間 也要有足夠的頻寬互相連接 因為我們在做Data 這些GPU彼此之間要快速的交換資料 如果你沒有給它充足的頻寬 它就會降下來 在這裡使用的是MVLinx 可以用比一般 Io介面來得快 好幾倍的速度 去在這些GPU裡面交換資料 當然 Super Computer之所以 這個Super 不在於它的Hardware而已 它的Software也是很重要的東西 以前到現在 在Software方面 Super Computer也開始 擁抱了Open Source 所以各位看到Software 這是來自於日本的APC APCI的Project 日本在建一個給AI 用的Computing Infrastructure 那要Support Big Data 跟AI的Application 所以中間很多的Open Source 例如說AI Big Data的Software Frameworks 我們得強調說 這些應用 必須能夠很容易的 在Super Computer上使用 所以它必須降低使用者門檻 顛覆大家對於Super Computer 是一個高門檻很難用的 這個機器的傳統概念 還有這個System Software 必須做到很自動 可以幫忙做優化 來彌補效能上的 如果查 例如說很快速的搬運資料 到這個機器裡面 然後讓GPU做它的工作 這些都是以使用者為考量 那有一個重點在這個地方 因為很多的這個平行程式 它效能不好的話 或者是說平行程式 在開發的過程中 你遇到一些Bug很難解的時候 你必須靠這個Parel Debugger 跟Provider 來去做這個偵措跟效能分析 那這一塊就是我 這個研究的專長所在 所以我們發現說 在這個很多人經營的地方 這一塊是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 你需要對系統的架構有充分的了解 然後對這個軟體的行為 有足夠的掌握 你才有辦法 在這塊裡面做一些東西 那我們舉個例子 要做Distributed Training 這裡是你可以買一個節點的 買一台機器放一顆GPU 你可以跑到還不錯 那你可以再加一顆GPU 在這個機器裡面 你可以跑接近兩倍的速度 這都很好 可是當你想一個方法 說我兩台機器各有一個GPU 我用網路串起來的時候 你發現這個一加一不等於二 反而是等於三分之一 這個分散式的Training效果並不好 你甚至你用四台機器 每一台機器上有一顆GPU 你也只能達到這麼低的這個程度 當然軟體的修正或者是參數 就是這些Metaparometer Hyperparometer的這個修正 例如說你提高Bitch Size 可以拯救一點Performance 例如說從60到120 但是救不回來 因為這個基本上原因在於網路太低 網路的速度太低 你用1Gbps一般的網路 來連接四台機器 兩台機器 它的參數之間的交換 沒有辦法跟得上GPU所需要的速度 那怎麼辦呢 當然你買貴一點的 例如說用10G甚至100G的網路 可能可以達到它的效果 但是這個 是不是有一些好方法 可以來做這種事情 那我們看看NVIDIA給大家的Solution 是說你就買我這台機器就好了 8顆GPU 然後這個8顆GPU 可以到960teraflops的這個程度 大概1個teraflops 因為它用了很高檔的科技在裡面 讓這些GPU彼此之間 可以用高速的NVIDIA相連結 就像剛才那個IBM的機器一樣 所以它可以scalable 跟CPU比起來 它是很多很多倍 例如說96倍 就是這樣子 可以大幅的縮減你的這個 training hours 但是我這裡不是要幫NVIDIA廣告 當然你有很有錢 12萬9千去買一台這樣的機器 我也不反對啦 可是能不能自己來建造一些 小塊暖碗的這個機器 OK 那甚至你更有錢 你要買DGX2也行 16顆GPU 你要怎麼設定這個系統 你可以去研究一下 它放了多少的這個 所謂的黑科技在這個上面 16顆GPU 然後中間用一個很偉大的這個 ME switch 12張晶片兜起來的 能夠當16顆GPU 高速交換資料的這個東西 然後8張這個8條的EDR 就是100Gbit Per Second的這個Infinite Band 這一台機器要40萬美金 所以很昂貴的設備 如果你可以做一台類似的東西 你只要賣一半的價錢拿出去賣 保證你這個賣的這個缺貨 所以綜合一下 我們如果可以用軟體來去 擬平一些效能的差距 能夠這個 至少讓一些我們心目中想要做的 distributed training 可以達到不錯的這個效果 那該怎麼辦呢 其實有幾個方法 可以做 不是每一種neonetwork的training 都需要DGX1 DGX2這樣的機器 有些training我們發現 這個 bottleneck不見得在GPU上面 因為前面前端來自於大數據 你要把很多的images 很多的data送到GPU 這個所謂的preprocessing 很重要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 這個 對training 對training很清楚 但是preprocessing 這個不知很清楚 結果preprocessing 變成了bottleneck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稍微講一下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稍微講一下 那GPU這部分 很多的調教可以做 包括這個剛才提到的batch size 你可以調 但是batch size 調太大 你可能training不會converge 所以那裡也需要一些這個 在這個 在這個 training的時候 參數之間的交換 會是bottleneck 這跟網路有關 所以除了 用暴力 就是說我增加網路 用硬體來解決問題之外 有沒有一些方法 可以 例如說 降低這個參數的交換所需要的數量 例如說 用compressing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 這是給我們幾個軟體調教的方向 那這目前還是功能智慧 例如說 Google這個TensorFlow 它有一些Best Practice Guide 教你怎麼樣做 但是你要自己做 不是AI去幫你做的這個東西 你可以讀完這些Best Practice Guide 你可以開始做一些這方面的工作 所以 目前這個還是highly paid job 你如果會做這些系統調教的工作的話 你大概可以做還不錯 但是我們希望 把這些job的需要的門檻 逐漸的降低 用AI來去做這件事情 那基本上 我實驗室想做的這個目標 例如說 拿AI的Application 然後放在HPC的System上面 看看這兩個 彼此之間會有什麼樣的互動 我目前的做法是 在跑一些simulation的時候 收集一些資訊 然後再利用machine learning 去分析這些收集到的資訊 要看看怎麼樣去優化應用 或是優化這個系統的設計 這是我們比較長遠的目標 用AI來去 去幫助HPC 用我們HPC來去幫助AI 例如說 這是我們的一個開源的工具 它可以幫我們在一些AI的應用上面 去收集CPU跟GPU的事件 這裡有一個比較吊詭的事情 是Intel的機器 上面可能可以跑Intel的一些效能工具 但是它沒辦法支援GPU 甚至是你是AMD的機器 它就不想支援 反過來說NVIDIA的Provider 它只支援NVIDIA的GPU 它也不支援其他人的東西 那我們這個是一個Framework 它可以把相關的工具 把它的資訊收集起來 你可以畫成一個圖 像各位可以看到 這有一些重複性的東西出現 很可能代表就是說 這裡面 這是有點像指紋一樣的 怎麼對這個秀出來的東西做一些分析 這個是我們在看的 時間的關係我跳過一些 例如說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有前處理 這裡前處理完之後 host把資料傳到device 然後做forward的pass 然後做backward的propagation backward propagation的同時 它會把跑出來的gradient 送回到這個Promptor Server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每一個階段所需要的時間 以及它到底做了哪些function code 用了哪些API 那問題就是說 一個程式跑下來 有幾千萬個 events需要做分析 那我們也需要借助一些分析的技術 因此我們做了一個所謂的face analysis 剛才這個trace裡面 可以看到有一些face 重複出現的face 它是不是一樣的行為 或是因為什麼東西 會出現不一樣的行為 我們有發表一篇論文在談 怎麼樣從剛才那些資料裡面 找到相同或者不相同的face 然後這個face analysis 其實滿適用於deep learning 因為deep learning 有很多相同的規則性的東西 但是中間也有些不同的東西 所以我們企圖利用pater matching的方式 去找到這個face 詳細的過程滿複雜的 也有點像是這個本身就是一個big data 加上AI的research 因為事件很多 然後我們要從裡面找到一些pattern 目前研究生做的結果是還令人覺得頗滿意的 就是說可以看到一些重複的pattern的出現 然後在前處理方面 正是CPU上做的 這就比較跟傳統的這個系統研究比較類似 在系統上你要從disk把images拿出來 然後做一連串的這個處理之後 才放到GPU上面 這處理的過程其實滿耗費資源的 如果你老是在跑一些 例如說resnet這些類的東西 它用的是所謂的合成資料的話 你看不到前處理它的loading 例如說這是一個前處理 前處理完再做influence 然後再做前處理再做influence 你會發現CPU跟GPU 中間沒有平行的在做 這是一種浪費 當然這看了就知道 你這是菜鳥寫的code 可是很多人寫出這樣的code 那如果好一點的話就會前處理完 接著做下一批的前處理 然後再做下一批前處理的過程中做influence 這樣會好一點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case 前處理就變成了performance bottleneck 當你GPU有很多的時候 前處理就可能變成 bottleneck 所以要對前處理做進一步的優化 那CPU其實很多一個核心 這時候就需要做平行處理 所以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做prefetch加上fair map 帶來的重要性 這由於時間關係 我一些投影片留在這裡大家參考 就直接秀結果 這個是synthetic 也就是說這個image 它不是真的image VG就是這個 這個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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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效能還不錯 可是當你用實際的資料的時候 前處理沒有做好 你得到的效能 大概就是它的1分之1 不等 那如果做好前處理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效能 非常接近這個synthetic 那代表說 在大部分的benchmark裡面 如果前處理做得好的話 bottleneck又會回到GPU 除了這幾個 有幾個個案例外 例如說 NXNet 因為 communication太大 就是說 CPU跟GPU的 communication 太大 所以這時候的 bottleneck 這個功能是 這個功能 那個功能 就是這個功能 他要提到 把這個功能 做的 就是 這個功能 所以 這個功能 雖然 這個功能 可以 我們發現這個也蠻重要的 因為在這個Test Case裡面 如果我們用這個Ring的方式 可以得到最佳的這個效果 相對於其他的這個做法 這個從Tour裡面也可以看到一些Pattern 不過在這裡我們沒有時間 所以這裡可以看到 從Tour那邊得到的一些訊息 可以讓我們來做Performance Modeling 這個Performance Modeling的過程 現在是用人做的 但是就像我剛才講 我們希望把這些做法變成AI 可以用自動的模型Generate的這個方式 來產生這個表 以及告訴我們每一個這個Model 每一個Neo Network Model 它的Performance Model是什麼 然後它的Bottel Neck在什麼地方 然後告訴我們怎麼樣去優化 這樣子的這個Network 以上大概就是我們目前在做的東西 那要做這方面其實也不難 就是對硬體要有所了解 跟這個業界專家合作 然後去掌握這個應用的需求 然後看看能不能把這個 優化過的Model跟系統 把它做出來給大家一些建議 好 以上是我的演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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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